加州今年已经发生了几次严重山火了 例如洛杉矶东部山区仍在延烧的莱克山火 北加州的塞德尔山火面积达600多公顷 最终终于被控制住 山火季节通常6月开始 但南加州洛杉矶县消防局长奥斯比说 今年开始的比往年早 会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季节 今年是连续第四年的干汗 所以我们特别担心大量汗死的植物会助长祸事 美国林务局官员加西亚说 南加州地区最近刚刚下了一点雨 草和灌木开始生长 而在这之前 干死的植物都是火灾隐患 比如草松枝什么的都很轻很小 加州紧急服务办公室负责人吉拉多奇说 干旱是火势很容易蔓延 山火会突然燃起 蔓延的非常迅速 很快就控制不住了 消防队员不间断的训练 他们说一旦发生火警 他们几分钟就能出动 南加州地区有很多房屋靠近荒野 文图拉县消防队长洛伦秦说 房主们必须随时警惕 清除房屋附近的灌木杂草 我们训练有素随时可以出动 在山火高发季节 我们还会增加人手 但关键在于社区要做好准备 社区居民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这些官员们说 山火会烧起来 但消防队员和社区居民共同努力 能把损失降至最低 美国之音记者 奥沙利文 洛杉矶报道